第353集 杨如新急忙握住了 顾清衡那微微颤抖的手 我明白 我支持你 咱们君子报仇是您不晚 慢慢策划 不过 在没办法 让孤家万劫不复之前 也不妨碍我 时不时地给他们添点赌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齐景云这些天 一直在考虑杨如新的话 越考虑 就越觉得惊讶 这个女人把握人的内心 竟然会如此准确 甚至可以说 能看穿人心底 最深处的那种欲望 杨如新 你的确是不同寻常 不过 我的人生里 可从来没有退缩一次 既然看重了 那总得搏上一把不是吗 越是与众不同 就越是吸引人 想要做朋友 哼 没问题 本王就先跟你 做朋友 随即 就叫了允修过来 去通知顾夫人 就说本王同意她的建议 那么合作 就可以继续了 明天 本王在铺子里 等着她 允修 都诧异了一下 不过心里 却还是感觉欣慰 主子能想明白最好了 随即 步伐轻快地 出去了 当天夜里 下了一场雨 第二天的时候 气温似乎一下子 高出了不少 杨如新 换了轻薄的衣裳 依旧是 男装打扮 这次是从后门 跳出去的 杨老弟 刚出胡同口 旁边就传来一个声音 这边 杨如新的脚步 亮枪了一下 扭过头去 就看见齐景云 那张冰山脸 不由地 皱了一下眉头 不是说铺子里建吗 住过这里 正好 接你一起走 哦 你怎么知道 我会从后门走 我猜的 杨如新翻了个白眼 走吧 铺子已经腾空了 就等着你的设计 然后开始动工呢 齐景云笑了笑 指了只马车 请吧 杨如新这次 没什么反感 直接上了车 这次的勘察现场 很顺利 杨如新将铺子的 大小尺寸 都做了记录 然后承诺两天之后 会将图纸交给齐景云 不过王爷 你月底就要出征了吧 那到时候 会有人负责的 齐景云却笑了 到时候 一切以你为主 他们会协助你的 杨如新皱起了眉 怎么 三成啊 难道 不能让你多出点力吗 行吧 看在银子的份上 那么 到时候酒水之类的 我会提前办好酒银的 你的酒 尽可以放过来 齐景云 看着杨如新 笑了笑 只是 我很奇怪 你哪来的酒呢 哼 我有酒窖呀 杨如新笑了笑 你难道不知道 我有个温泉庄子吗 我跟娘送我的呀 那里种植反寄的 蔬菜瓜果 然后还见了酒窖呀 齐景云点了点头 他倒是真的忽略了方家 看来 还要继续查查了 不过 我劝你还是不要查我了 杨如新抬起了眼 用人不宜 疑人不用的道理 你这个做大事的王爷 难道会不知道吗 在之前 你恐怕已经查过我的底细了 如果继续查 只会让我觉得反感 不需要威胁我 齐景云挑眉 我知道怎么做 而且 你不是也在查我吗 杨如新微愣了一下 有吗 我的封地就是 潮州府的护宁城 离这杭州 可不远呢 我就是一个村姑 你太高看我了 我哪里有能力 去查别人呀 齐景云的嘴角 抽了抽 村姑 对呀 村姑 杨如新使劲点头 他的确是派人去查了 甚至还企图 打入云王府的内部 可惜没成功 可见这个人 是个很谨慎的人 但是 他打死不承认 对方也拿他没办法 齐景云显然 也明白这个道理 于是就岔开了话题 以后 我不会查你了 那就太好了 好了 完事了 走吧 杨如新直接挥了挥手 一起吃个饭吧 不了 杨如新摇了摇头 这孤男寡女的 我家男人要是知道了 会吃醋的 吃醋的结果 肯定是不让我上炕了 我可不想自己睡冷板凳 然后静止地走了 留下一脸懵逼的云王殿下 站在那半天 没回过神来 杨如新带着 杨如新带着杜鹃 在各个大街上溜达了好半天 确认后面没人再跟着 这才去了杜云棚买下的那个院子 守门的是一对孤寡老人 老头姓牛 之前基本也是靠药饭为生 现在让他们来照顾八个小乞丐 倒是也不会出现排斥现象 这个院子位置很偏 周围住户不多 很多房子都坍塌了 几家住户也都是穷困的 没能力搬走的 杜云棚早就等在这里了 见过主子 牛老头和牛老太 给杨如新磕了头 啊 以后就辛苦你们了 哎呀 不辛苦 有饭吃 有衣串 咱们就知足了 牛老头急忙摆手 以后有事 主子尽管吩咐 杨如新点了点头 虽然对孩子们 没实施特殊的手段 但是这两个人的肚子里 是为了要的 毕竟不了解 他可不敢彻底信任 万一出什么事 那就麻烦了 屋子里 老大几个人 都一脸期待的 看着杨如新 你们做得很好 杨如新笑了 以后还要继续盯着 比如 哪个大人去了哪里 这都是有用的线索 几个孩子使劲点头 现在 再交给你们 第二个任务 杨如新说着 掏出一个小瓷瓶 我需要你们找个机会 将这瓶子里的药丸 放到那位 顾夫人的身上 没问题 老大接过了瓶子 记住 你们不要碰得要玩 杨如新叮嘱了一下 倒进他的荷包里 鞋子里 都行 保证完成任务 老大信心十足 这几天吃得好了 大家底气都足了 老三犹豫着 上前了一步 看了老大一眼 又退了回去 怎么了 杨如新却看向了老三 那个 新姐 能给我们 起个名字吗 老三的脸红了 显得有些忐忑 他十岁了 总被人喊作老三 他觉得自己 都要变成老太太了 曾经 他也自己给自己 起过名字 可是没读过书 脑子里的词也不多 实在是想不出 好听的名字 现在有了主子 那么是不是 可以让主子赐名呢 杨如新愣了一下 实在没想到 对方会提这样的要求 而这个要求 让他莫名的 有些心酸 新姐 我胡说的 你别 老三一看 杨如新皱起了眉 顿时新就提了起来 之前他就跟大哥 提过这事 大哥拒绝了 说新姐 还没正式接受他们呢 等以后再说 可是刚才 他没忍住 现在看来 的确是有些 痴心妄想了 啊 是我疏忽了 杨如新呼出一口气 急忙摆了摆手 人 是该有名字的 老三的眼睛 顿时一亮 那你们 都没名字吗 也不知道自己 姓什么吗 杨如新扫了一眼 众人 所有的人 都摇头 好 那这样吧 男孩子 跟我相公 姓顾 女孩子 跟我姓杨 好不好 杨如新 琢磨了一下 以后你们跟着我 你们可以牵 卖身气了 我们愿意 几个孩子一听 顿时高兴了 集体跪了下来 请新姐赐名 杨如新 摸摸鼻子 虽然她很愿意 让大家有自己的名字 但她对起名字 真不在行 要不然 也不会给小黑的儿子 直接起个小小黑了 为此 那一家子都鄙视她 不由地 看向杜鹃 要不 你来给他们 杜鹃忍不住 翻了个白眼 你是主子 我知道 以后 你可就是他们的大姐了 杨如新露出了 讨好的笑容 杜鹃却摇头 奴婢不能愉悦 杨如新吐血 叹了口气 我开始想念度慢了 杜鹃抬眼看天 算了 起就起 杨如新忽然一摆手 来回溜达几圈 一脸认真的 琢磨了起来 一群人的脑袋 就那么集体的 跟着她来回转悠 终于 杜鹃觉得 要眼晕的时候 杨如新停了下来 老大 就叫顾明李 老二叫顾明毅 老四叫明莲 小五叫明孝 小七叫明信 至于女孩子 老三叫杨明锦 小六叫杨明瑶 小八就叫杨明轩 几个孩子都笑了 他们现在不知道名字的含义 但却知道自己从此有名字了 再出去 没人会喊他们小杂众 或者小畜生了 明 是希望以后你们能明白是非 不做糊涂人 杨如新接着解释道 礼仪廉耐 孝地忠信 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而姚和锦 都是美玉的意思 我希望你们能做到 美玉无瑕 女孩子要学会自爱 我的呢 小八急了 新姐 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哦 轩呢 是一种很漂亮的草 轩草 还有一个名字叫忘忧草 杨如新摸了摸小八的脸 新姐希望你以后 无忧无虑的 好不好 好 小八忽神着大眼睛 看着杨如新 才四岁的小姑娘 还没那么多的想法 她觉得 这个新姐像她的娘 忽然伸手抱住了杨如新的腿 娘 杨如新的嘴角抽了抽 小八 老大急忙过来扯小八 小八好像也意识到自己错了 急忙松开手 跪在了地上 显得有些忐忑 没事 杨如新却不忍心看小丫头难受的样子 过去将人抱了起来 不能喊娘 新姐没那么老 小八倡议的抬眼 新姐不生气吗 杨如新点了一下小姑娘的鼻子 小姑娘就咯咯的笑了起来 从彭户区出来 杨如新又去了宝月楼 八王爷昨天给了消息 说是已经将货物配齐了 下午大家就要启程去海金城 在那里再接一批货物就返城了 今晚会在海金城住一晚 明天就出发回去 杨如新来跟大家一起 吃个午饭 道个别 莫送着运输队的马车 浩浩荡荡地离开了 杨如新正才转身进了月楼 下午没事听听自己提供的故事 也不错 可是忽然顿住了 扭头看向了街头 那里有一辆宽大的马车 正在驶离 去查查 那是谁家的马车 杨如新看着马车皱起了眉头 如果刚才没看错 里面的人应该是在关注这边 杜云鹏立马跟了过去 月楼里正在讲红楼梦 此时刚讲到 刘姥姥进大观园那一段 这些痴男怨女的故事 在任何时候 都会吸引一批 规格少女少妇的 加上大宣朝的风气 还算开化 并没有要求女人 一定要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所以月楼里的听众 基本都是大姑娘小媳妇 自古以来 女人和孩子的钱 都是最好赚的 杨如新找了个角落里 坐了下来 不得不说 齐景亦还是很会做生意的 当初她将故事说给她之后 她说一定会找个高手演绎 现在看来 台上的那个男人 还真是不错 声音多变 情感丰富 连自己都忍不住 被吸引了 此时旁边的桌上 却闹腾了起来 是一个小孩子 在闹脾气 娘 你不是说讲猴子吗 哪里有猴子 五六岁的小男孩 冲着一个年轻少妇 撅起了嘴 甚至 还将桌子上的一点点心 给推到了地上 费尔 那少妇立刻 沉了脸色 哼 是你上次说 要带我来听孙猴子的 叫菲尔的男孩 却撅着嘴 一脸的倔强 是你说话不算数 旁边有丫头 急忙将地上的点心 和碟子碎片 给收拾了 可是那是上个月的时候 说的呀 现在那个孙猴子的故事 已经讲完了 我不管 我就要猴子 我要猪八戒 菲尔却不依不饶 我要你个如意棒子 菲尔 女人忽然沉了脸色 你的规矩呢 菲尔顿时老实了 却一直撅着嘴 一脸的委屈和倔强 明显心里不服气 杨如新的脑子 却灵光一闪 又一个赚钱的点子 冒了出来 不由地跟杜鹃 嘀咕了几句 杜鹃就走了过去 很温和地跟小男孩说 小公子 过些日子 你就能将孙悟空 带回家了 小男孩皱眉 看向了杜鹃 你是谁呀 那个女人也诧异地 看向杜鹃 我是谁 不重要 杜鹃看着小男孩 笑了一下 你只要知道 过些日子 再来这里 就可以将你喜欢的 孙悟空 猪八戒 还有如意金箍棒 都带回去了 真的吗 菲尔瞪大了眼睛 但是 你要乖乖地 听娘的话才行 否则 可就没有了 那你说话 真的算数吗 菲尔表示了怀疑 当然了 杜鹃点了点头 不信 怎么拉钩 说着伸出了手 小男孩真的 跟杜鹃拉钩了 我祖父说过 人要守信 嗯 不守信的人 是小狗 菲尔笑了 乖乖地回到女人身边 还跟夫人说了一声 对不起 也不再争吵了 杜鹃见此 也就回到了 杨如新的身边 那夫人 也没当回事 人家将儿子哄好了 所以出于礼貌 还是派了贴身的丫头过来 跟杨如新道了谢 并且自报了家门 乃是高家的人 因为杨如新 是男装打扮 这样 也是为了避嫌 不过 看那女子的衣着谈吐 以及那小孩的做派 应该是 大户人家出来的 而京城里姓高的大户 那就要数 荣国公府了 那么 这个女人应该就是 荣国公府的 世子夫人 严玉儿 这个叫菲尔的小男孩 就是荣国公的长孙高飞 不过 此时的杨如新 可没公府去拉关系 她想着要赚钱 随机起身 就往外走去 她得找 齐景义 去商量 她不能在京城 待太久 所以 这些事 还是要交给 齐景义 她的点子 就是将这 故事里的人物 都做成 玩偶出售 样子 她提供 但是绣娘场地 销售什么的 却要交给 八王爷了 身后 传来高飞的声音 娘 她说的是真的吗 虽然拉钩了 小男孩却还是有些 不确定 她都许诺了 就肯定是真的 严玉儿 安慰儿子 另一边 却使眼色 让人去查 杨如新的底细 而杨如新此时 在门口遇到了 杜云鹏 夫人 那个马车是 您国公崔家的 杨如新的眸子 微微地眯了一下 这一下子 就遇到 两个国公啊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山里汉 请不吝点赞 关门 欢迎大家订阅